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见鬼》 从两岁就失明的小杰历经多年终于迎来了光明 接受了眼角膜的移植手术 手术非常的成功 小杰终于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了 他首先来到了镜子前 想看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虽然镜子里的自己跟他想象的有些出入 但整体来看还算是沉淤落叶 不过这次的手术属于满意送一叶了 小杰换的这对眼角膜的主人是个阴阳眼 在看清这个世界的同时还能和见鬼 可这件事他可不知道 由于小杰刚开始用眼睛认识这个世界 因此在心理上多多少少会有些问题 在医生的见义下 小杰的姐姐巧巧带着小杰去见了一位心理辅导员 这个叫小伟的心理医生对小杰是一见钟情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事不能继续求成 小杰回家后不久 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过来敲门了 问自己的成绩单是不是掉在了小杰家的阳台上 这个小男孩忽隐忽现很快就不见了 小杰心生一斗推开门来到过道上 看到邻居家好像刚死了人 那个小男孩正蹲在家门口吃辣锅 这个时候邻居家的毛袋树榜门打开了 而与此同时那小男孩也不见了 虽然小杰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但他隐隐的意识到这不是个什么好现象 小杰在复明之前呢 一直在盲人音乐团拉小提音 乐团管事的大哥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盲人了 如果继续待在乐团 那就是烂鱼充树啊 自打换上眼角膜之后 小杰经常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梦 梦中的那些碎片化的场景 他是从来都没去过 早上小杰出门的时候 又撞见了那个死去的小男孩 奶奶透过猫眼一看 吓得是花枝乱颤 奶奶请专业人士到小男孩家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小男孩因为跟父母闹矛盾 从楼上跳下去了 接下来小杰开始不断的撞见鬼 而且还看到鬼差把这些鬼全都带走 搞得他是心情肉跳彻底被想要 急忙去找心理医生小伟求助 小杰把自己看到的那些跟小伟说了之后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 小伟显然是不信 虽然他极力隐藏这种不信任 但他的眼睛还是背叛了他的心 小杰晚上回家 在电梯里又撞见了鬼魂张大爷 张大爷也不说话 只是在电梯里飘来飘去 可把小杰给吓屁了 为了搞清楚小杰的情况 小伟找到了自己的输入 也就是为小杰移植眼角膜的卢医生 希望能查出捐献眼角膜的这个人 卢医生说大侄子 亏你还是个心理医生 什么牛鬼设人 那都是忽悠人的 我一看你小脸通红 就知道你对那女的动了真感情了 正说着呢 小伟接到了小杰奶奶的电话 说小杰在家犯病了 小伟赶过去一看呢 只见小杰关着灯 拉着窗帘不停的拉小提醒 声音是滋滑乱叫的 显然是不着调 在小伟的帮助下 小杰又来到了盲人乐团 一曲终了 小杰扑通一天就摔在了台上 当他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小病友正站在窗前 这个患有脑瘤的小病友 前几天刚做完手术 小病友说 这次我是彻底解脱了 再也不用做手术了 小杰一听还挺高兴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站在小病友身后的鬼差 原来在前几天的手术中 小病友不幸去世 这件事对小杰的刺激挺大的 直接导致他产生了一个哲学上的思考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小病友临死前 留给了小杰一个自己制作的礼物 上面有小杰和小病友的合影 小杰说小病友肯定是放错照片的 这个相貌平平无奇的女人是谁 小伟说开什么玩笑 你今天肯定是吃错药 这不就是你本人吗 小杰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他回家对着镜子一看 原来镜子里那个沉淤落雁的女孩 根本就不是她 根据专家的说法 人死之后如果魂魄不肯离开 那就说明还有未了的心愿 因此小杰只有替镜子里的女孩 完成了心愿 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化解 小伟再次找到了叔叔卢医生 这次卢医生倒是挺痛快 直接把捐献眼角膜的人的资料 给了自己的侄子 镜子里的那个女孩 其实也不是外人 正是给小杰捐献眼角膜的那位 为了查出真相 小伟和小杰来到了女孩的家乡 泰国曼谷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女孩名叫阿玲 当时死在了镇上的一家医院 阿玲的眼角膜也是通过这家医院卷处 走进医院之后 小杰吃惊的发现 自己梦中的那些场景 跟这家医院是一模一样 小杰说我用了阿玲的眼角膜 看到了很多的贵力论神 可吓人了 医生一听也吓了一跳 原来阿玲从小就一双阴阳眼 不仅有活见鬼的能力 还能预知人的死亡 因此村里的人都排斥的 认为阿玲就是个温神扫把星 晚上医生带着小杰和小伟来到了阿玲家 见到了阿玲的妈咪冷淡水 原来村子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火 阿玲遇见了这场火灾 提醒村民们赶快撒子跑 但根本没人相信她的话 这场大火从头天晚上 一直烧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好几百个村民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了 火灾之后不久 阿玲就上吊自杀了 随后医生带着小伟和小杰 来到了阿玲的房间 小杰说今儿晚上我必须睡在这儿 跟阿玲好好地聊聊 凌晨三点 阿玲开始在小杰的脑子里 闪回过去的片段 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 凡是自杀的人 魂魄没法离开自杀室的地方 因此一到凌晨三点 阿玲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 再上吊一回 日复一日非常的痛苦 对于阿玲的自杀 冷淡婶至今不能释怀 她觉得阿玲给孩子太自私了 自己拍拍屁股走了 留她一个人在痛苦中活着 简直就是大逆不孝 冷淡婶来到阿玲的房间 阿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向妈咪做了深刻的检讨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啊 冷淡婶最终原谅了阿玲 咱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科学道理 反正经过这么一折腾啊 阿玲的灵魂是得救了 两人在返回的途中遭遇了大堵车 这个时候小杰看到一些鬼魂 在车流中来回不停的穿梭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她下车一看 原来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一辆拉着可燃气体的卡车 已经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虽然马上要大火临头了 但吃瓜的群众还丝毫没有察觉 此情此景和当年阿玲的经历 几乎如出一日了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小杰开始提醒人们下车逃命 但遗憾的是 就如同阿玲当年挨家挨户 提醒村民们一样 根本没人相信她的话 很显然啊 当年的那些村民 和此时的这帮吃瓜群众的 学历都不低 对于他们来说 什么凶兆不凶兆 全是瞎不闹 阎王让你三更死 一点之前你必须要翻票 这都是科学 不能不进行 点燃这跟导火锁的是一辆三崩子 由于车辆的线路严重老化 司机小按键一拧钥匙 没情况当场就爆炸 现场顿时是一片火海 离得近的人全没烧死 或许是这次爆炸造成的冲击 亦或是阿玲的魂魄 或在离开的时候 连同小杰的眼角猫一起带走 到底什么原因才搞不清 总之小杰是在此失明了 影片的本意并不是在 宣扬风险迷信 只是想告诉观众 人与人之间 应该多一分信任 多一些理解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如果不信妖魔怪 科学一定还存在 莫非定律相不相 坏事一定会更坏